同一个高架雨的事件 我们可以分两个小时的不同part来讨论 所以我们就先来讲讲这个民营党的沿上大会 我是不是跟大家提到了赖清德他的最终战 向党员报告就故意压轴场选在台南来举办 不过事前居然已经传出一些风声了 是不是因为绿营的基层 也还有很多的资深党员蛮不高兴的 认为这一次的不管是88枪 又或者是在台南的议长副议长选举 缠绕着黑津风暴处理都不够好 导致于今天据说有基层人员 要冲到赖清德的证件会逼他拆弹 而这个拆弹当然是希望 他可不可以针对黄伟哲目前的处理方式 给一点处理 所以有没有可能成为另外一场沿上呢 还是沿上只会出现在北台湾 针对特定人物 不过这一次呢台湾未必会不给赖清德面子 这个我们不得而知 所以我们来问一下杨敏哥 你说今天这个沿上黄伟哲嘛 我是觉得啦 就是说台南的问题 比较像是一个结构性的问题 他不是一个人的问题 当然大家对黄伟哲 但你要不要忘记了 黄伟哲跟高嘉瑜最大的不同 就是在九合一选战里面 黄伟哲是有参选的 黄伟哲他是选的不是很好 没有错 但是他当选了 他连任了 所以跟 而且他选后 基本上对党内完全是没有口出恶言 他完全是这个一路挨打 那从这个选后的卢渣 然后呢这个陈凯玲涉滩到后面的议长的这个会选案 一路他基本上都是负面的这个标签形象贴在整个台南市上面 所以对黄伟哲来讲我认为 这一场这个党员座谈会 他可能就是我觉得他可能就是去听大家的意见 那当然一定会有一些对他个人的指责 但我觉得不至于到高嘉瑜那种就是什么 被鼓啦什么下台啦不至于啦 但是很多人可能会希望黄伟哲能够学学赖心得 就是我相信很多台南绿营的支持者可能是在怀念赖心得 就是那一个那个赖心得这个很少 就是从直辖市这个台南县市合并之后 很少整个台南的那一种这个霸气 这样是怀念神啊 不管今天赖心得那种赖神的这种气势还在不在 但是你看他第一次当选这个台南市长 拿六成以上的票率 第二次飙到七成 那几乎就是民进党支持者就会觉得 我台南我骄傲的那种那种气势 可是现在看不到了 现在甚至你变成说你在台南你讲 你是民进党的可能有点丢脸 人家会说啊你是黑还是金还是贪 那这样子对民进党整个形象 那个清廉情政爱乡土是在台南变成这个黑金贪毒 然后呢这个倒如渣 所以就变成说你整个党的形象结构性的崩坏之后 幸好老实说幸好目前台南还没有什么 什么什么结构性的公共工程的问题出现 目前黄伟泽要庆幸的是没有这一块 否则虽然说最近有那个什么爱意康讲说 什么有一个什么台南的那个豆腐渣工程是在台南 但是那个是在好像是在赖心得人内 还是之前 那是前任的事情不关黄伟泽的事 所以如果今天没有这个市政本身的崩坏 目前唯一看到一个破口是陈凯琳 是这种所谓的光电利益 或是说这种厂商跟这个官员之间的 这种政商关系的问题 如果今天这个一路延烧 会烧到更多市政府里面的官员的话 我想黄伟泽可能这一任会做得很辛苦 但是今天这个党员报告 毕竟是所谓的党的角度 那从党的角度的话 我相信大部分的人就是觉得恨铁不成钢 就是黄伟泽你为什么不能成为赖心得呢 因为他毕竟没有输 所以他不能算是战犯对不对 他毕竟连任了 他也是第一任选胜第二任继续选胜 能够能够这样子 而且两次 等会讲黄伟泽就是一个极端记录 两次当选都没有得票率都没有超过这个五成 他是台南 或是说全国全台湾直辖市的选举里面 第一位 两任的市长当选 都没有超过五成得票率的第一任 所以他跟赖心得就是一个极端的对比 那加上会选案 你看赖心得2014年那一次 面对议长跟这个就是所谓李全调的这个会选案呢 他是很坚定的 我不进议会 好 那现在黄伟泽面对这一次的会选案 他的拆弹的方法 是用所谓的要邱莉莉跟林志展 向党中央自行处分 然后呢 现在看起来 你看因为前面本来第一波交保的交保 然后呢原本只有压一个 然后后来一个一个陆续陆续 哇一个一个又全部抗告 然后呢一个一个现在都压起来了 现在好像只剩这个 这个 这个邱莉莉跟林志展 就是正副议长两个人 那目前还没有轮到他们 但是你不知道什么时候会轮到他们 所以 当然这个民进党连政会也已经定调了嘛 就是说如果深压 他们就要被停权 可是现阶段 在他们还没有停权状况下 邱莉莉跟林志展主动 其初要停权的这个请求的原因 就是因为他们要在这一场 这个党员座谈会之前先表态 用这个模式 让他们今天不出席有正当性 就是至少邱莉莉跟林志展 今天不会出席啦 因为如果你要知道 原本民进党的连政会是在 下个礼拜 是1月18号 为了邱莉莉林志展 自行这个停权处分 所以才提前前几天才赶快先开一个临时会 那为的是什么 就是说穿了啦 这个民进党也知道 如果今天这一场 那个邱莉莉林志展 还没停权的状况下 没出席 会被在这场这个党员座谈会里面 会被骂 会被讲话 说你看涉及会选的不敢出席 出席了 赖清德两个人坐在旁边 能看吗 赖清德要讲什么 赖清德是一个 那个时候对李玄教是200多天不进议会 现在有一个已经交保的议长 现任的议长 你叫赖清德怎么 坐在那边就已经是如坐针毡了 所以我相信这一步 一定是他们党内 为了要帮赖清德解套 今天晚上邱莉莉跟林志展 不去就已经有正当性了 我们已经向党中央自行处分了 我们先暂时就不出席党的活动 他就取得一个正当性 但黄伟哲没有 黄伟哲得要出席 所以今天的整个焦点应该是在黄伟哲 以及陈廷飞 对大家不要忘记了 民进党在台南陈廷飞 王定宇 然后呢这个林俊宪等人 这些这几位立委 现任的立委 因为孟成说他们都是所谓的 下一届的市长的潜在人选 那这一些人 比如说陈廷飞 我先举一下这个高嘉瑜这个事情 党员报告座谈会 这种活动绝对是党内的动员模式 就是庄角党代表 然后他们会有什么党的 什么什么执委评委 就是市党部的执委评委 会去动员自己的党员来听 所以你会发现现场那个 那个长辈为什么比较多 就是因为当你今天是用党员的结构的时候 绝对是长辈多 那除非你今天办的那个 他像赖兴德有办几场是针对青年的党员 就是他有规定说 比如说是入党可能不到几年 那是透过比如说青年部 或什么样的部门去找来的 那个有点像是目标群众的座谈 那像这样子的一个 比较传统的党员的座谈 大部分都会是年纪比较长的 这个长者 那就是传统的动员模式 可是像比如说陈廷飞 他动员的 假设他动员了比如说 他有六个议员嘛 六个政国会系统议员 这些人动员来的党员 会不会在里面就特别针对 比如说议长的选举的问题 黑金的 卢渣的 这一些的问题 去提出强烈的抨击 就他不只是沿上黄伟哲而已 他是沿上整个台南的民进党的 现在的现况 所以这个对赖兴德来讲 会是今天晚上 你要说这是一个 今天晚上最重要的看点也可以 也可以说是 考验赖清德要最后会怎么回应 大家就是想要看说 你回到台南 那你到底会怎么样 应对这些党员的质疑 反正今天不可能是那种 赖神欢迎你回来 我们台南很棒很棒 我们派个西瓜 那有可能是在这个台面上的大乱斗吗 对 另外一个观察点 就是林非凡会不会去 那还记得吗 林非凡在这个郭再清 这个会那个议长选举前 发了一篇这个上千字的长文 对不对 林非凡说他是台南人 所以我们期待林非凡会不会出现在 这一场的这个党员座谈会里面 就是说这一些的这个火花 会冲击出什么 最后赖清德怎么去财势 这一场台南的选战也好 或说台南最近的争议 他有没有一些态度 我觉得这是我们今天最需要 就是观察 我们就我们评论的角度 最想要看的就是 赖清德最台南的黑金贪毒 有什么样的看法